湖赛武装26次袭击流 伊朗武器很落后 1月9日 湖赛武装向红海发起远程打击 一次性发射了18架无人机和3枚反舰导弹 当时10多艘商船正在红海航行 附近护航的美营军舰侦测到后 全部拦截并击落了来袭的武器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湖赛武装随后宣称 此次袭击就是冲着美国海军去的 目的是给被美军杀害的兄弟们报仇 2023年的最后一天 美军击毁了三艘快艇 造成该组织10人胜 根据美国军方的统计 这已经是湖赛武装第26次袭击洪海 但是很遗憾战果并不好 外界只知道该组织一直在进攻 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 这个结局体现了双方的巨大差距 更体现出伊朗武器装备的实际质量 假如伊朗有朝一日要跟以色列或美国动手 只能学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打法 也就是采用宝盒攻击和人海战术 弥补双方技术的差距 所谓的质量不够 数量来走